我就想三十年想要有这么一个party 穿穿全白套装 香港歌手陈小豆一登台 轰动全场 歌单啊 他们给我一点时间 半个小时我写了八十几首歌 所以我们是要办六七个小时 重磅宣布 睽違六年再度来台开唱 将在九月底进攻台北小巨蛋 举办出道三十周年的演唱会 还找来重量级嘉宾来助阵 综艺天王吴宗憲一现身 看到老朋友开心极了 先来个大大的拥抱 不过下一秒 今天是你厨师 对 我先还给你是不是 不是 还给我干嘛 我要恭喜你 是是是 王姐他厨师才认为 台湾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我知道 除了有一些me too事件以外 一登场画夹子大开 口袋里的梗装好装满 亏完主持人酸黄紫胶 me too事件 再模仿美国总统候选人 川普中枪时的画面 最近最红的动作 你要做一个啊 对 搞不好他们还拿普利之枪 然后手举张 我想现在 那脸要很猙獰 那我站在这里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倩哥大开时是玩笑 但还没结束 接着挖洞给陈晓东跳 阿玛一大丢 东哥你要不要试试看 丢了丢了 我们听一下东哥的唱 他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梗 很容易会掉进他那些梗 好像我变聪明了 都知道大家都在拍摄对吧 而现在短视频年代 都会剪出去 梗王吴宗宪火力满满各种脱稿演出 让全场快要hold不住 陈晓东的演唱会日告 记者会宣兵夺主成了 倩哥的战场 明星新闻李冠曾晨洛 台北报导